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点点中国 我是何平 今天在美国 美国的司法部长巴尔 在密西根发表了一场演讲 这场演讲的内容 从新闻的角度来讲 并没有与 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克里斯多夫 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还有 国务卿蓬佩奥 他们的演讲那样 具有新闻的动感 能够把他做大的角度 或者是 新闻点不够 这个可见 美国的司法部长缺乏一个像 博明那样的 主要的宣告人 也没有 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 那么熟悉中国事务的人 现在美国的联邦调查的系统 联邦政府最缺乏的就是 一方面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的对手 在看待 但是另一方面 自己的内部系统 始终缺乏了解中国的情况的人 不过 美国的司法部长巴尔 他更多的是从美国的司法角度来看问题 他跟联邦调查局 跟国家安全顾问 和国务卿 他们的行使权力的立作点不一样 我本来以为 美国的司法部长 应该披露出更多的案件 但是我们知道 司法部管是起诉的 而起诉的很多案件 他未必是愿意那么提前披露 不过巴尔指责好莱坞和美国的一些大公司 去卖中国 包括苹果这些公司 我觉得这种批评 我一点都不敬仰 因为为什么 五六年以前我就讲了 好莱坞这样一个自以为高举民主自由价值的 这么一个娱乐生产基地 什么时候拍过 抨击中共很厉害的电影和电视剧 现在非常少 为什么 因为好莱坞的电影 要希望吃中国这一款大饼 那苹果公司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它的主要生产基地 来自于中国 商业 我们当然不能讲道德 如果应该跟他讲道德 挣钱就是他的道德 但是呢 你现在面临一个国家的安全 受到威胁 也就是自由民主家 价值观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 那么美国的公司 你在这个时候 如果和中美国的竞争对手 那么密切的生意关系 那么多少会面临越来越厉厉的道德指责 而且我相信 美国的司法系统也会跟以前完全不同 会死死地盯住你们这些大公司 那么美国政府当然不能限制你的经商的自由 但是美国政府有他很多的司法的手段 我记得以前的中国领导人 无论是江泽民 还是胡锦涛 到现在的习近平 到美国访问的时候 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西亚图 因为西亚图集结了美国的很多大公司 那么即算是他的公司总部没有在西亚图 他也会在别的城市里面赶紧赶过去 我记得当时比尔盖斯讲过一句话 还是苹果讲过一句话 苹果那个 那个库克讲一句话 我忘了是谁 当时因为我有朋友在现场 听说习近平要出来了 那么库克还是比尔盖斯说 你看 你们感觉到房间在震动 就讲到一个伟人的出现了 那么我希望这些公司 越来越多的 在中国挣钱的时候 要考虑到你的经商行为 是帮助了中国人的体制 的强化 来侵蚀西方的价值 还是呢 你帮助了中国更自由 得到更多的自由的资讯 进入了更多的民主 人权的价值体系呢 从道德上 从事发来讲 美国的大公司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即算是 有一些公司可以利用 现在的川普总统的 需要挣钱 川普总统需要发展经济 你可以动用你的游说力量 去影响川普总统的决策 这个是没办法的 完全可能是存在的 但是川普总统毕竟 任期有限 而且即算是川普总统 他也会考虑到国家的利益 所以并不等于以前那种传统的游说 就一定能够起作用 最近一些天 关于抖音和微信 被美国有可能被禁止的传闻 大家已经听了很多 根据最新的情况显示出来 白宫的经济委员的主任 库德罗先生说 有可能要把抖音给质检了 这真是一个好的消息 什么叫质检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在美国营运 对不起了 你这个公司要百分之百的 被美国控制 不但是所有权要被控制 你实际的营运 技术的数据 都要百分之百被控制 这一点呢 因为我不使用抖音 没有特别的感受 但是我们知道 抖音在美国有三四千万用户 而且年轻人非常喜欢他 那么川普政府 要一下子 把这个东西完全切断 可能年轻人也要跳脚 而且他们会做很多恶作剧 对川普总统的任期未必有利 所以直接 抖音 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对于我们从事媒体工作者 从事媒体工作者 的人而言 其实拦截 微信更为重要 因为微信 成为中共追踪 调查 掌握海外华人资讯的最便利的工具 同时 海外华人在微信上 进行信息交流 谁是会被中共不禁止掌握 他也一直给你取消 甚至帮你删除 甚至禁止你发言 在一个自由民主的 一个美国社会 居然允许 微信这样的扭曲 人的价值观 传递假消息 骚发 骚击 美国的 社交媒体 居然成长了这么长时间 美国的司法系统 监督系统到哪里去了 在几个月以前 我说美国去 阻止那些所谓的 中共的媒体 什么中央电视台 什么人民日报 这些根本就不重要了 真正的要害的 伤害的美国的价值观 就是 微信 不要说它是不是大外宣 我觉得海外的法人 只要使用微信的人 他们基本上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错误的来源 很多就来自于微信 我在几个月以前就举张 对微信一定要采取 跟中国要求对等的关系 什么叫对等的关系 如果日而永远 微信在美国生成 那么就应该让明镜 或者是脸书 在中国可以生成 美国怎么能保护自己的价值和利益呢 当然我的很多朋友说 微信如果你要我不用了 那我跟中国关系就失去了联络 哪里有那么回事啊 对不对 你完全可以打电话 你也可以有很多手段 去做视频 怎么一定要有微信呢 但是因为有了微信 你在海外每天接受这些 错误的乱七八糟的 这个资讯 而且你自己的行为 完全被中共控制 哪一个东西中哪一个东西轻啊 如果你真认为 中国是你的伟大的祖国 你真愿意在中国生活 没有问题 那就回中国去 如果你在美国 应该是享受到美国的自由价值观 而很多的华人 到了美国不但 不加入到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的体系中间 甚至还成为中共的帮凶 成为中共在美国渗透或者是维护中共价值的这样一片帮凶 只不过是他们以所谓的爱国华人的面目出现 实际上是两边都想吃的人 好了 真正的震撼人心的消息 是昨天我跟大家播报 应该是比较早的播报 讲这个 美国有可能 对中国党员和他的家属 取消他们的签证 拒绝他们的签证 甚至他们如果在美国进来 对不起 离开美国 这样一个消息传到中国大陆 简直是震惊万分 为什么震惊万分 因为太多的经营人士 他们不管是教授 还是商人 还是一个官员 还是一个什么其他的社会名流 他们多多少少家人都有党员 所以我昨天讲了 纽约时报灯 涉及的人大概2.7亿 2.7亿虽然是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的人口 但是这个五分之一的人口 它的含金量非常高 但是你怎么能 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人数 进行签证的限制 好像操作起来 实在是不太可能 所以美国的一些研究学者说 这怎么可能 那实行不了啊 中国一些人的反应 也就是说 这不是颠覆我们中共吗 颠覆我们的共产党政权吗 把这个中共党员跟老百姓完全出国开来 怎么可能呢 这无异于对中国表现一个非常深刻的敌意 就民主和自由价值观来讲 美国表现这个敌意难道是错的吗 如果你加入了中国党 中国政党 难道你就不能忍受一下不到美国去吗 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来维护自己的共产党员的脸面 价值和利益 那就不要到美国来游 你不要到美国来游 那你不是可以了吗 不要到美国来留学 你可以了吗 你不要到美国来经济上 不是可以了吗 除了一般性的位置上的需要 比如习近平访问美国 一个专家上面都是中国党员 那你是没有办法 但是一般的民众 如果你是党员 你就应该好好对中国 去为你的共产主义奋斗 我并不等于每一个共产党员 都是足无都端 但是你加入了中国这个体系 就是维护了中共这个独裁的体制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你以为以党员的身份赫免是没有理由的 只有一个理由 那你就是把中国党员这个身份给退掉了 对吧 发表宣誓 对吧 举起左手 对吧 退去中共 对不对 这个是呢 让你让你能够重新扶得心策的表示 有人说这个法令未必会得到川普总统的牵扯 有人说实行这么大的护头的行政命令 几乎不可能 但是我认为这个政策其实很具有操作性 这个操作性只需要在表格里面写清楚 让你如是填报你的中共党员身份 这一点我在昨天和今天的节目中间都已经点了 只要做到这一点 很多人就瞎尿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填假的情况 你就要承担不可想象的后果 实际上以前是有这样的要求 只是美国人没有把它当真 没有把它认真 如果美国人认真起来 还是瞎死人的 当然 互联网里面有很多的消息还是比较夸张 其实也不能完全是夸张 有的人还是担心 比如说这一次的中国的洪水 如此的兇猛 我也做了好几期节目 但是在早些天我就开始感觉到 这一场洪水是很严重 但是严重的程度 是不是像网上流传的那样 三峡大坝有可能被冲毁了 那么长江正下游涉及到有多少民众 几千万还是几个亿 这种恐惧的情况 使我不得不去看了几天中国的洪水的情况 但是我看中国的洪水的情况 我首先注意到习近平并没有出现在洪水现场 这当然是次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看到没有真正的军事军队的力量 是出现在严重的江西 对吧 那么去鄱阳府 去鄱阳府的是驻军的司令员 和武警的总队长 和省委书记刘琪 那就意味着这个洪水 解放中并没有准备大规模的介入 甚至我也没有看到 国务院服在洪水抗风方面的最高官员王颖 我只看到水利部长 鄂金平出现在洪水发生的地方 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 我当时就认为了 这个洪水应该是授予了可以控制的范畴 那么从目前来看 鄱阳府或者是相应的下面的 太湖 邓天湖 这些湖从传统上来讲 都扮演了蓄水缓冲的红水的角色 通过这些湖的水 然后进入到长江的时候 其实起到了某一种缓冲的作用 除非暴雨长大一个月 两个月 那非常恐怖 如果暴雨不会继续下去 而是暴雨继续在北移 往中国的内地 或者是往中国的东北方向西北方向转移 那么只要长江上游的洪水 不至于急剧的持续性的下下去 那么长江本身的压力不像想象的那么大 至于冲垮三峡 那还是一个遥远的故事 当然我们提防是必要的 但是提防的时候 如果是过分的省动 过分的夸张 那么实际上造成的伤害 其实比本身的洪水有时候还要严重 好了 这个时段的点点中国 就点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再见